大家好,我是莉莉 我现在读一个故事是夸父祝日 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名叫夸父的巨人 他看见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 在西方落下 接着就是漫长的黑夜 直到第二天早晨 太阳才从东方升起 夸父心想 每天夜里太阳躲到哪里去了呢 我不喜欢黑暗 我喜欢光明 我要去追逐太阳 把它抓住 叫它固定在天上 让大地永远充满光明 于是夸父拿着手杖 提起长腿 迈开大步 像风一样的奔跑 向着西斜的太阳追去 一眨眼就跑了两千里 他一直追到鱼渊 也就是太阳落下去的地方 还没等太阳落下去 夸父就追到了 一团又红又亮的火球 罩着他的全身 他无比欢喜地举起两条巨大的手笔 想把这团火球抓住 就在这个时候 夸父的喉咙干得直冒烟 他实在太渴 太累了 夸父扶下生子去喝 去喝黄河 胃河里的水 咕咚咕咚 沙眼间 两条大河都给他喝干了 可是还没有止住口渴 夸父又向北方跑去 想去喝大泽里的水 那大泽又叫汉海 又上千里宽 他还没到大泽 就像一座大山 推然倒了下来 大地和山河都因为他的导向 而发出巨响 这个时候 太阳正在许愿落下去 把最后距离金色的光辉 洒在夸父的脸上 夸父遗憾地看着 牺牲的太阳 长叹一声 便把手掌 凤里向前一抛 闭上眼睛 长眠了 第二天早晨 当太阳从东方收起 金光土照大地的时候 昨天倒在原野的夸父 已经变成了一座大山 山的南面 有一大片枝叶茂密 鲜果累累的桃林 那是夸父的手掌变成了 树上味道鲜美的桃子 给追逐光明的人解渴 使他们今生宝贝 奉勇前行 好 谢谢 如果你们喜欢这个故事 就帮我点赞订阅和分享吧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